抓紧进去 别让那小子 抢先把宝贝拿走了 宝贝也进去吧 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好 进去 宝贝 我回来了 薛阳老师 这里如此大 而且都是危险 我们该怎么走啊 不过 只是一些不入流的魔物 我们先走出验子 这里果然是一处宝地 摆对地方了 灵气比外面浓郁太多了 一定还有重宝 等我拿到机缘出去 你们这些高高在上 看不起我的王族 我就一一将你们铲除 可恶 这帮家伙也进来了 小子 我问你 你进来的最早 可有什么发现 有没有得到什么宝贝 我们出去 站住啊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耳朵聋了吗 摩冷大人在和你说话 你竟敢不回 摩冷大人 这家伙找灭 我请您去收拾他 让他知道摩冷大人 您是他得罪不齐的人 霍杰 这里想灭掉一个人 太简单了 先出去看看 等拿到宝贝 再一起灭掉 这是 这是 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多稻草人 而且还是整齐排列散开 算是直到我们过来 准备好的一样 有点诡异啊 我会动的稻草人 摆在这儿有什么用啊 聪门广场上 怎么这么多稻草人 密密麻麻的 得要上千吧 太诡异了 施主犯常必有药 我感觉有点慌啊 只是些稻草人 难不成还会动啊 我去先看看 停下 不要去 在密境里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简单 老师 有危险 这里的稻草人有些不寻常 不是你们能够对付的 微言耸听 胆小如数 只是些一碰就倒的稻草人 也能把你吓成这样 去 去给我把这些稻草人都烧了 是 柏冷大人 稻草人而已 故弄玄虚 我这就去把这些稻草人都烧了 双神弄 吓唬谁呢 就给他化为灰尽吧 啥事也没有 柏冷大人 这稻草人就是个样子货 我挥挥手就把这烧了 什么 不对劲 怎么了 柏冷大人 我们马上可以过去了 你快回来 这些稻草人不对劲 柏冷大人 到底咋了 这些稻草人都被我烧掉了 都是吓唬人的东西 看你脚上 脚上 什么 我的腿 我的腿 我的腿什么时候着火了 而且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疼 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为什么燃烧了 我为什么感觉不到疼 谁来救救我 火冷大人 救救我 我不想死 这 这太诡异了 稻草人被烧 动手的人 也会被烧死 这不是妥妥的去送死吗 完全过不去 头上长脚的 你不是说我们胆小吗 你再去 你们不是很厉害吗 祝你们一路顺风 轰轰火火 你 不知死火 等我拿到宝物 看你还嘴不嘴硬 都别吵了 现在想办法怎么过去 我们要尽快通过这里 拿到宝物 不然进来的人 会越来越多 不好办啊 刚才那人杀了稻草人 自己也被烧成灰烬 也就说 只要损坏稻草人 自身也会遭受伤害 这也太邪门了 是不是因为这 我们不伤害稻草人 稻草人就不会伤害我们 我们就能安全过去了 理论上如此 但也有意外 谁敢再去试试啊 我去试试 你们不敢 我来 不就是稻草人吗 刚才那人 一定是他不小心 把自己给点着了 哪有那么邪门 果然如此啊 我没有碰稻草人 就不会受到攻击 没有任何危险 我就说没那么邪门吧 都快过来吧 小心你身后 怎么了 又大惊小怪是吗 什么 这些东西 怎么攻击过来的 我都没有去碰他们啊